Hello,大家好,我是荔枝 话说啊,我今天早上一起来一打开窗 好冷啊 我一看温度只有14度 我想说明明前几天还是25、26度 还开冷气的 然后突然间一个晚上就好像入冬了一样 再加上这几天还有下雨 阴雨绵绵的 就已经冷到我已经不想出门了 然后就赶紧把我秋天的冬天衣服拿出来换洗 我记得啊,去年好像10月份的时候还蛮热的 大概是到了10月中的时候 天气才开始慢慢的变冷 所以也想说今年冬近的秋天好短啊 短的就好像昨天还是夏天 今天就已经到冬天了 话说我之前不是说我家里人来日本一趟吗 就前两天刚送他去机场回国 那他这一次大概在日本待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 就很幸运没有感染疫情 然后他说他上一次来日本是2019年 也是三年多之前来的 他说感觉几年没有来日本 这次来日本感觉日本变化蛮大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 他就是觉得物价涨了很多 他说他几年前来日本的时候 就是1000日元就已经能够吃到一个 还蛮不错的定时套餐 但是这一次来日本就感觉 现在日本1000日元只能够填饱肚子 不能够享受美食了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两年物价真的是涨了一波又一波 之前好像是牛奶啊 咖啡啊 一些食料品 食物涨价 比方说之前我来的时候 两年多之前吧 超市卖一颗西兰花 大概好像是168日元左右 后来涨到198日元一颗 那到我前两天再去超市看 一颗西兰花卖到298日元 一小小一颗 我想说差不多已经翻倍了吧 这两年 那不仅是食物涨价 像是煤气啊 电气啊 这些也跟着在涨 好比说电费 我看新闻是说 去年的电费以标准家庭为单位 一个月电费平均是7000日元左右 一年后的现在涨到了9000日元左右 为什么涨得那么厉害呢 根据新闻上是说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还在打仗 虽然说打不到日本 好像看起来不受影响 但是因为打仗的关系呢 能源的价格暴涨 能源是用来供电的嘛 所以住在日本的人 家里的电费也是跟着暴涨 加上现在天气变冷了嘛 估计到11月份就要开始用暖气了 一直开暖气可能会开到明年3月份嘛 那你想想就是11月12月1月2月3月 这个5个月的电费可能是不得了了 然后又看到日本首相还说 到明年春天啊 可能我们的电费还会再涨个20%到30%左右 可是呢 日本人的工资就是完全没有要涨的意思 我们觉得很惨 在日本的生活感觉越来越拮据了 那除了这几年日本的物价涨很多之外啊 第二个他这次来日本感觉就是服务态度没有以前那么好 他就说以前来日本去餐厅的时候 人家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 什么欢迎光临啊 几位啊 带他去坐啊 现在就是去到餐厅好像连欢迎光临也没有说 然后吃完饭买完单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 谢谢惠顾啊 欢迎再来啊 什么的 这个嘛 我就觉得 也是要看那个餐厅 也要看那个服务员 可能他刚好去了那个餐厅 面对那个服务员就是态度不是那么好的吧 我就在日本这几年接触到的餐厅的服务员 感觉都还蛮不错的服务态度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说觉得之前来日本的时候 餐厅啊 特别是便利店 就是感觉比较容易会碰到中国店员 也就是感觉以前很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会在便利店打工兼职 然后到了现在呀 就是去到便利店啊 感觉反而是越南的店员比较多 我想说我之前讲日本自由行开销的时候 也有发现说有很多越南人来日本 而且一来日本平均都会待很久 我有个朋友读语言学校 他说他们班80%都是越南的同学 想说时代变了哈 以前语言学校都是中国留学生占了大部分 一半呢 60 70%都很有可能 现在反而是越南留学生居多了 不过他这次来日本还是蛮开心 挺满足的 因为现在日元便宜 他就觉得买什么都很划算 前两天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就看到他大包小包的拎着 里面就有买很多沐浴露啊 洗发水啊 还有洗手液 加上一堆的补充装 足足有6公斤那么多 我就说你干嘛要买这些那么重 他就说 也来到日本发现日本的沐浴露啊 洗发水啊 洗手液啊什么 一按出来就不是液体 直接是泡泡 他就说在国内没有见过很方便 所以想买一些拿回去当伴手礼送给亲戚朋友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然后我就想到我前两天看新闻说 有从香港来的游客在日本爆买 爆买是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一天花100万日元那么多 就想说哇 大家真的是疫情真的是憋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这次终于难得来日本肯定是大买好买了 加上现在日元贬值嘛 便宜肯定是觉得买什么都很划算 我觉得要是我来日本的旅行的话 是游客的话 也肯定是买不停手的 那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报告一下 好好的聊一下日本最新的入境政策 这一次10月份的入境政策真的是大更新 可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了自由行 没有错 之前虽然说是开放游客入境 但是是有前提条件的 就是必须要跟旅行团来日本 那这一次可以说是真正的大解封 你跟旅行团来日本也可以 你个人旅行自由行来日本也可以 这一次入境新闻报道之后没几天了 我就看到一个香港的朋友就有po说他已经买好了10月中飞大阪的机票 我想说这行动力也太快了吧 那现在好好地和大家说一下这次入境政策具体更新有哪些地方 我看完新闻的报道 觉得这一次日本入境政策放宽有三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就是取消入境人数的上限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开放入境的时候呢 是每天是有2万人上限 后来前一段时间就改成5万人上限每一天 那最新的也是从10月11号开始呢 就是不设人数上限 听起来好像这一点有个很大的突破 但其实呢我觉得取不取消人数上限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之前就算是允许5万人每一天入境 但实际来的报道的实际数字是每一天只有几千个人而已 那第二点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个人旅行 也就是自由行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事情 因为疫情之前无论是我自己也好 还是我身边的朋友家人同学也好 95%吧 来日本基本上都是自由行来的 所以我觉得比起前一段时间的开放旅行团入境 现在开放自由行入境才是真正的开放的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重启免签政策 也就是免签政入境 允许美国英国韩国等等一共68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政入境 当然也包括香港台湾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居民 可以免签证来日本 来到日本之后也可以以游客的身份在日本最多待90天 这一次除了政策放宽 入境的要求也放宽了 主要有两个重点和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从10月11号开始 来自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入境者在抵达日本之后 也是到日本之后不需要做PCR检测 也就是说你到日本之后不需要在机场搞很久了 第二个呢就是你在入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什么选择呢就是要么提供你打满三针疫苗的接种记录证明书 或者是提供72小时内的PCR阴性证明书 也就是说二选一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打满三针疫苗的话 你就是直接带着你的疫苗接种记录证明书来日本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没有打满三针疫苗的 那你就是在飞之前的两天去做一个PCR检测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就是你有的选比较灵活 在疫苗方面日本生活现阶段认可的疫苗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疫苗清单里面的疫苗 像是香港打的复必泰啊台湾打的AZ莫德纳 还有日本这边打的莫德纳辉瑞等等 详细的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有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对于中国内地的游客来说 日本现阶段认可的中国疫苗有三种 包括有科兴国药和康希诺疫苗 其实之前日本是不认可中国的疫苗的 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认可了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日本需要中国游客 在之前讲自由行开销的时候 也有聊到说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啊 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数量多 而且开销花费也很多 也就是说日本的旅游业旅行业 还是很依赖中国游客的 虽然说日本现在认可中国内地的三种疫苗 可以说是日本的门是打开了 但是中国内地的游客出国其实还蛮难的 因为就算能够来日本啊 回国的时候还需要隔离啊 检测啊什么的 就是你想一想都会觉得很麻烦 好比如说我认识了有个人 他前一段时间从日本飞回上海 那他在飞之前就要去中国大使馆指定的 日本的诊所做两次PCR检测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指定的诊所 你必须要去那里去做 然后去那里发现他的开价还蛮贵的 大概做一次要8000日元左右 那你做两次就是1万多已经交上去了 然后他飞回到上海之后 到了机场还要再做PCR检测 那检测完之后呢就要排队等一个统一的 像是政府的大巴巴士来接他 就接他去酒店 等于说你大概中午的时候飞 然后下午到上海等到他去到酒店 已经晚上10点多11点了 超级累了而且会超级饿 加上酒店方面是不能自己选择 不能自己去预定的就是随机分配看你运气了 那他当时住的就是酒店是600人民币一个晚上 然后包了你的一日三餐 我看来他当时吃便当的照片 其实还蛮不错的 有荤有素有水果还有汤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还蛮愿意吃的 那在酒店呢就是要隔离7天 酒店隔离完7天之后呢就回到家进行在家隔离3天 所以你想一想是不是很麻烦 你假设你来日本玩7天 你回去隔离7天 然后回到家再隔离3天 已经用掉了你17天的假期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说真的是缓不来 我就想是我的话 就算政策上面可以去日本玩 但是我也肯定懒得去了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估计现在10月接下来11月12月 中国内地的游客能来日本的应该是真的不多 重点是要看中国内地他们那边的疫情管制政策会不会放宽 其实我想说上个月9月份的这段时间 我出门的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外国游客变多了 就是9月中的时候吧 我去了一趟在元素的明智神宫 明智神宫算是东京的一个热门景点吧 然后我去到看到蛮多外国游客的 特别是欧美的游客有很多 我觉得大家之前开放旅行团入境 只能算是半开放 这一次开放自由行入境可以说是全面的开放了 估计10月中之后的日本会变得非常的热闹 加上现在日元便宜嘛 所以来日本的人肯定是玩的开心 买的也很开心 而且又刺激了日本的经济 确实是个好兆头 希望日本的经济会因为开放游客入境好起来一点 日本人的工资也赶紧涨一点吧 那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之后入境政策有什么再更新的话 我就会再剖影片通知大家 也谢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吧 拜拜 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